那么从过去两天的时间来看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的规模 不但已经回到了 七天临时停火协议之前 而且规模和烈度还都有所扩大 那么就在谈判破裂的第一天 以色列对整个北加沙地区的加沙城 和几个大的难民营 发动了空中地面和海上的三个方向的袭击 那么同时也对南加沙的汉尤尼斯和拉法口岸进行了空袭 也就是说现在的战争规模比以前大大的扩大了 因为之前主要的战场是在北加沙 现在显然是以色列要同时在南加沙 中加沙和北加沙同时来发动战争 那么从哈马斯方面来说 哈马斯在过去两天也对以色列境内多个目标 发动了多轮的火箭弹袭击 特别是对特拉维夫市中心发动了导弹和火箭弹的袭击 特拉维夫市的国际机场也关闭了 所以现在战争的范围和烈度都比之前更大 战争的范围扩大之后会让人道主义灾难更加严重 因为现在南加沙的情况跟北加沙有很大区别 南加沙的人口密度是远远超过之前北加沙的 因为北加沙现在大概有100万人跑到了南加沙 就在南加沙现在大概就有200万人口 并且未来如果南加沙地区出现了地面站中 空气同时在南加沙发生了 南加沙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200万人没有地方可跑了 之前在打北加沙的时候北加沙的大部分人可以跑到南加沙 但是打南加沙的时候南加沙的人没有任何地方可跑 现在唯一的通向外界的口岸拉法口岸 埃及是坚决反对难民从拉法口岸出去的 所以现在以色列把整个加沙地区封成了600个的小片 把每个片都用数字来编号 以后打南加沙以色列要求我在打这几个片的时候 那么老百姓要玩其他那几个片跑 这可以想象人道主义灾难是特别严重的 所以未来在战争发生在南加沙之后 国际社会怎么来缓解人道主义灾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